大爷往男人身上喷水 突然一阵剧烈抖动 地面竟然噼里啪啦的快速裂开 就连大楼的楼梯也出现裂缝 男人以为是地震 赶紧护住墙上的全家福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整栋大楼夸得快速塌陷 仅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大楼就塌陷了200多米 地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而塌陷并没有停止 还在急速地往下降 等陈好爬起来 却出现更可怕的一幕 一辆出租车竟然窗破玻璃 直接冲进来停在跟前 幸运的是并没有创到他 而车里面还坐着一个男人 居然是他的同事金代理 男人没有多想赶紧救人 可他用尽全身力气 竟然直接把门把手拽了下来 男人彻底崩溃 为了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他只能在里面敲动门锁的开关 谁知他用力过猛 门锁一样被直接拽掉 这下完蛋了 就在关键时刻 车尾抵住深坑的墙体 勉强支撑住车子 两人站在盒里打开车窗 把金代理从里面拉出来 同时他们还找到一个女孩 还有被埋进土里的邻居 随后他们跑到天台 尝试打电话联系外面的人 可他们距离地面实在太远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机的几人只能大声呼救 喉咙都喊破了也没有任何作用 一年后救援队快速来到现场 可他们刚下降没多远 坑边的泥土承受不住压力 泥土拼了啪啦往下掉 全都砸在救援员员的脑袋上 无奈他们只能暂时爬上来 再想其他办法救人 此时坑里的几人十分后悔 因为几天前小孩玩弹珠时 弹珠竟然自己快速地滚向窗台 真好看到这一幕觉得大楼是歪的 他又推了推窗户 发现比平时要紧很多 意识到房子出现了问题 他赶紧召集楼里认识的住户 说整栋楼正在慢慢下沉 可其他人根本不信 毕竟是刚花三亿买的新房 还等着房价继续涨养老呢 这只意外很快发生 大楼竟然快速地塌陷 让人绝望的是 他们不仅没等到救援 大楼竟又开始快速下坠 百米高的大楼突然塌陷 瞬间下降到500多米深 接着开始倾斜快速往下沉 而男人手里握住的绳子 竟然拽到了头 他重心不稳直接掉进泥潭里 男人吓坏了拼命地挣扎 让人他越挣扎陷得就越深 眼看男人就要凉凉 关键时刻同伴扔下去绳子 周龙使出全力要把他拉出来 谁知他的儿子旧父心切 既然疯不顾身跳下去 就在两人挣扎时 绳子却在此时断开 只好赶紧拖出儿子脸蛋 拼了老命也要保住他的性命 可没过多久 两人全都掀进泥里 关键时刻男人冲到楼下 抡起一把椅子堆着窗户 用力砸碎了玻璃 紧接着大量泥土蜂幽而下 众人赶紧上前使劲挖土 可算把这对父子从里面扒了出来 清理掉嘴里的泥巴后 男人也有了呼吸 与此同时救援队 用无人机渗入到洞里探查情况 但由于深坑的深度 已经超过无人机飞行的最远距离 很快小飞机没了信号 一头扎了下去 当他们发现无人机时 所有人都兴奋坏了 当救援队通过屏幕 看见还有数名幸存者 指挥员不敢耽误 连夜派出小型降落伞 往深坑里面投放必需品 屋子里不仅有必备的氧气瓶 还有一部救命用的电话 他们赶紧跟上面的救援队联系 男人老婆却说出一个坏消息 他们的儿子还在楼里 只好听后着急坏了 即使救援队的领导跟他强调 孩子他们会去救 几人不能离开原地 但陈好就此心切 邻居收集到所有的绳子 并把绳子系到一起 然后陈好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直接跳进跌梯井里 几人拽住另一头 让男人顺利降落 在他要同手扒开电梯门时 指挥部并不知情 吊着一个工作人员进入深坑 谁知固定的绳子突然滑落 旁边的大楼瞬间倒塌 直接栽进深坑里面 杂物不端的掉落 陈好感觉到剧烈震动 趁机赶紧从电梯门挤出去 解开安全绳后 急忙大喊儿子的名字 还好他听见孩子的回应 双脚并用扒开管道口的泥土 终于把自己的儿子从里面揪了出来 等他们爬出地下管道 外面正下着瓢泼暴雨 时间紧迫他只能背着儿子 小心地往楼顶上爬 这时同伴听到男人的呼喊 赶紧过来帮忙 他们合力扒开斗口的碎土 成功把陈好俩人拉上来 可等他们再次来到楼顶 发现急水已经摸过脚脖子 而上面也被巨大杂物挡住 如果杂物掉落 他们必死无疑 然而更可怕的是急水越来越多 并且还在快速地上涨 再不想办法逃出去 爷的完蛋 女人捡到一个塑料水桶 竟然比中了一千万还要高兴 原来他们被困在白米深的居坑里 深坑的雨水越来越大 再不逃出去只能被活活淹死 他们赶紧收集附近的塑料瓶子 打算坐一个福利小船 就在这时 男人推过来一个居形水桶 众人激动坏了 准备用它逃生 小帅立马指挥大家钻进去 接着快速盖上盖子 不管桶里的人怎么拍打呼喊 男人也下定决心 要用自己的性命 护送桶里的人逃出生天 还不等小帅说声再见 身体已经全部沉入水底 而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深坑周围的滴下水碰一耳下 原来挡在深坑上方的大楼 也直接快速落下 夸得砸中塑料大桶 随后水桶沉进更深的深水里 塑料桶不断地翻滚 在巨大的压力作用下 水桶被挤出来开始上升 里面的人被撞得脑瓜子嗡嗡的 而不断上升的水桶 又被上面的破旧电线拦住 停在原地无法继续 此时几人也感觉到不对 他们齐心协力不停地创击水桶 眼看没有任何反应 所有人开始不停地跳 水桶终于摆脱了绳子的束缚 再次开始快速上升 但下一秒 又被一根钢管穿破 几人见状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想把这根钢管推出去 但怎么使劲都白费 此时水流快速地往桶里涌入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时 还好小帅及时出现 原来他并没有被淹死 而是利用氧气桶活了下来 他拼命地疯狂踹击大黄桶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塑料桶终于有了反应 而地下水也快速钻了进来 水特别湍急 几人没有办法堵住窟窿 眼看灌进来的水越来越多 男人只能豁出去了 把自己的手臂直接怼了进去 即使堵住了大窟窿 塑料桶重新开始上浮 陈好趁机赶紧游过去 想抓住邻居的胳膊一起浮上去 没想到大桶上浮的速度实在太快 男人还没有赶到 便慢慢沉了下去 然而幸运的是水桶急速上升 他的左脚正好被绳子缠住 很快水桶带着男人一起浮到水面 可另一个地方又漏水了 很快水位涨到他们的脖子 即使拼命求救也没人听见 眼看几人就要凉凉 关键时刻又是陈好爬上大桶 打开上面的盖子 几人重获新生 开心的不知道如何感谢 此时地面上的救援队 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全都震惊不已 赶紧前去营救 几人终于被成功救出 一家人重新团聚 经历过这次灾难后 男人再也不敢买豆腐扎房了 而是直接住上了房车 开始幸福的生活 这是灾难电影地线 全程紧张刺激无尿点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原片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巨大喊笑席卷城市 男人抱起孩子就跑 但媳妇被眼前的场景瞎呆了 男人赶紧回去喊醒媳妇 拉着她一起跑 大喊笑蓝势凶猛 一瞬间就吞噬了所有人 巨浪过后 男人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可老婆孩子已不在身边 就在这时 大桥上的钢筋发生松动 直接就带走了一个 吓她转身就跑 可下一秒 哭吱一个集装箱从天而降 灭掉了站在旁边的小情侣 让人没想到的是 集装箱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像男人砸去 可真好凭借着神仙走位 愣是全都躲了过去 这是死神都带不走的男人 直到最后一个集装箱落下 我以为男人怎么也该凉了吧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男人仍然毫发无损 然后想点根滑子压压精 结果火鸡喷出的火力大 吓得他直接把火鸡扔了出去 谁知小鸡飞了两里来地 刚好落在栏杆上 下面就是汽油 男人顿感不妙 下面油被点燃 身后的油灌车发生巨大爆炸 幸运的是男人跑出100mine的速度 躲过一劫 爆炸引发了船体崩裂 无数的集装箱飞奔而出 跟大楼来个亲密接触 紧接着轮船断裂 直接压垮大桥 与此同时 几人正在海底隧道观光 下一秒玻璃破碎 海水喷油而出 紧接着 洪水就像猛兽一般涌入城市 顷刻间 巨浪就摧毁了百米高楼 一路势不可挡 整个城市 瞬间变成一片汪洋 小女人即将溺水 她拼命地呼救 男人不顾生命向女孩游去 眼看就要从窗户冲走 危急时刻 男人一把拽住 妈妈咪呀 往下看 女孩悬挂在百米高楼之上 而水已经淹了一半 城市里还有无数人 因为这场海啸马上丧命 但这次意外本可以避免 就在遥远的不久前 地址学家发出预警 韩国即将发生海啸 可没人相信 随后发现 海底的阵级持续增大 并且阵员不断向海云台靠近 她上报省厅 请求撤离群众 可领导认为博士在危言耸听 直到上级下达了海啸警报 领导才懵了 另一天地震真的来了 触发的海啸势不可挡 冲毁了房屋街道 冲散了人群 博士虽然救下了女儿 而媳妇却被困在了电梯里 很快水就要没过脖子 她知道自己不行了 打电话给女儿 说着一言 可话还没说完 她整个人就被海水淹没 然而幸运的是 因为修理工发现了她 及时地敲开了电梯门 终于和家人在楼顶团聚 可第二波红风已经来了 博士拼命往上挤 好在最后一刻 把女儿送上了直升机 尽管知道是生死离别 但还是笑着看着女儿离开 和老婆相拥在一起赴死 海水已经涌入街道 人们赶紧抓住身边的建筑物 防止被海水冲走 然而这时意外发生了 这是韩国最大的海啸 海水瞬间涌入街道 一对情侣好不容易 抱住一根电线杆 却惊喜地发现 高压电箱已经摇摇欲坠 男人忙拖着女友爬到高处 这时高压电箱冒起了火花 随后掉入海水里 而身体接触到水的人们 瞬间享受到了百万电流 斩眼间就领了河饭 男人躲过一劫 他想将女友拉到高处 突然天上掉下块玻璃 把他砸入海里 就在男人绝望之时 他被一个叫好人的好人救了下来 下一秒 飘过来一个铁箱 直接将好人砸入水中 与此同时 救援队队人们展开营救 可没想到的是 俩人太重 钢丝出现断裂 同伴和女友使劲往上拉 却没有任何用 小哥不顾女友的哭诉 为了救人 毫不犹豫地割断了绳索 掉进了波涛汹涌的海中 真是太伟大了 随着灾难结束 人被猛烈的城市变得破烂不堪 死伤几十万人 只有少数幸存者 而那个天选之子依旧活着 还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佩服导演可真会导演呢 影片《海云台》 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 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 但还好有这些英雄的挺身而出 如果不是灾难的发生 还没意识到亲情 爱情 友情的宝贵 我们永远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身边和手里的幸福 感谢关注淡淡 为你推荐精彩剧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你